因為秋冬季節的時候肌膚容易乾燥 那我覺得保養不能只有臉的保養 身體的保養也很重要 像是你在沐浴的時候 像這種比較濃稠泡沫式的沐浴商品 第一個因為泡沫它能夠真正把髒皮代謝掉 第二個因為它比較厚 厚實一些 所以當你洗完之後 你表面的滋潤度是可以把水分留住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另外呢 像是比如說像手跟腳的保養 護手霜我覺得是我們平常都會用到的 可是護手霜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使用的這個動作上稍微再加強 那尤其是因為我們平常秋冬的時候 指關節的地方會特別的乾 所以你整個都上完之後 指關節可能局部再稍微這樣子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它的效果會更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除了身體的局部保養 我覺得大家現在女生穿高跟鞋 所以腿的保養也很重要 那這個就是特別把我們腿部的這個線條可以修飾得更好 把你這個霧迷肌的水分 或者是緊繃的肌肉可以得到一個舒緩 那只要特別注意就是我剛剛講的 除了你基礎的把第一個動作先把你的肌肉先揉綿揉掉 第二個動作我們做一個極致拉提的動作 最後把氣排掉 所以這有三個步驟 然後現在最流行的保養就除了擦的不度那麼多之外 內服的保養 像這個是特別針對女性的保養 針對文美胸型還有特別的注意 我覺得就是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都要照顧到 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清潔類 我自己非常在意清潔 就是像是洗臉的 洗臉它的一樣起泡的效果 還有呢你洗完之後不要有乾澀的狀況 然後味道很重要 因為洗臉的時候你會完整的聞到味道 所以在香氣的部分 我也蠻重視的 然後也因為像這種 這個剛剛用了這個洗臉的東西 它的泡沫也是蠻厚重的 那也因為泡沫厚重 所以我建議大家你在洗的時候到T字部位 你可以不用特別的搓揉 以前大家洗臉不都是T字部位 然後很多地方都會用力搓 但因為厚重的泡沫它的代謝力本來就很好 所以你不用刻意的用力搓 你反而是讓那個洗臉的時候的泡沫 然後在你臉上稍微停一下下 停個三到五秒再做沖洗的動作 它就可以溶解你毛孔的那個髒 那膜類的比如說像是面膜或者是洞膜 都是現在大家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 那面膜我建議大家就是在秋冬季節 你要貼面膜之前可以上一些保濕的化妝水 先上然後這樣子它的效果會更加深 然後在把面膜拿下來之前 一樣可以先用加壓式稍微按摩一下 加壓式會讓裡面的保養成分吸收的更好 動膜的話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動膜大家常常最困擾的是 到底我要敷得多厚 跟我到底要不要洗掉 或我會不會黏到我的那個整巾之類的 那我反而覺得現在的動膜除了外觀 按動膜你是薄薄的一層就好 不用真的多厚重 那有些時候可以活用動膜是 它甚至可以拿來當成妝前包一樣 就是你今天如果有需要一個比較重要場合的妝 或者是去面試去party去約會之類的 你可以在化妝之前用動膜來做極速的保養 這個油類的保養 因為現在油類的保養很流行 所以油類因為它的質地比較特別 然後現在的油因為它的延展性都很好 那我一樣在油類的保養裡面要特別建議大家 就是呢抗老的抗老類的比如修復 像這個維他命E是屬於比較修復抗老類的 你在化妝水之後就要先來做使用 它有點像是前導的一個概念 那等它完全吸收之後你再去做後續保養的動作 比如說乳霜啊乳皮啦這一類的再去做後續的保養品 那如果它是比較保濕型的油類 或者是比如說玫瑰精油這種 它可能就可以在所有的保養品都上完之後 最後再用這個油把它整個包住 另外就是像這種精華液類或者是乳類的 一樣就是在保養的時候記得分子越小的先上 分子後的在後面 然後你自己要分類就是我剛剛說的 先擦抗老胸腹再擦美白類 最後保濕類順序一定是要這樣子的 然後另外像這個因為它是真的蠻特別的質地 它質地你可以說它是乳霜 也可以說它是這個有點像很厚重的慕斯的感覺 那這種質地如果你是皮膚比較薄的人 建議你用拍的 因為用拍的它的吸收度會比較好 如果皮膚比較乾燥 你再用大面積漢膜的方式 因為不然有些時候太厚重的保養品 對於皮膚薄的人其實反而會有負擔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明川 我又來了 是的 今天呢我從所有的這個開架通路 搜羅了各式各樣的保養品 不管是臉上擦的 嘴巴用的 身體擦的甚至連沐浴商品都有 因為啊我一直覺得女生呢 你要愛自己 愛自己除了要把臉部的保養做好 連身體的保養都要完完整整 讓每一寸肌膚都不放過 那當然啦我們今天試用了各式各樣的 從動膜啦面膜啦清潔啦 甚至是我自己最在意的護手霜 我都試用過後 那當然到底哪一些這個保養步驟 你可能沒有太認真做 或者是哪一些保養步驟 讓明川老師在這個教學裡面 告訴你這些tips 就要記得鎖定11月號的愛女生長期